下年期间一定要有的一样商品呢 叫做萝卜糕 因为呢 萝卜包就叫做菜头粿 好菜头啊 对吧 所以在家里哦 萝卜糕是妈妈 每年除夕早上 一定要去菜市场跟人家抢啊 那后来我发现了 现在做萝卜糕很方便 所以在现在呢 我来教大家 用最简单的方式 来做出非常古早味的萝卜糕哦 那我今天的一个萝卜糕呢 不好意思 我是吃得好啦 所以我要用的是 让女人吃萝卜糕都可以 水档档的大豆翼黄桶 就是豆浆 所以我要用豆浆来做萝卜糕 那一定要先做豆浆嘛 因为呢 我有700cc是要来煮萝卜的 那500cc呢 是要拿来搅再来米粉的 所以你要做到1300cc的份量 我们就要先来让它做豆浆 就这样轻轻松松的 开始做豆浆 那在做豆浆的过程呢 我们就一定要来用萝卜 萝卜呢 最重要就是要把它刨撕嘛 以往哦 妈妈都拿那个刷枪在那边刷刷刷 刷了半天连手都刷下去了 你知道吗 所以每次用那种 那个刷那个 撕的那个东西哦 我每次都好担心跟害怕 所以我教大家 就用一个好的器具 让你连做萝卜糕都可以很轻松 我们现在就先来刨我们的萝卜丝 好咯 就这么轻松 现在要来做的一件事就是 切香菇 不要忘记哦 一定要放香菇 你可以放干贝也行 甚至于你直接把那个SO酱搅在一起 也是OK 都是可以做不一样的一个口感 所以你说嘛 是不是自己做都可以吃得很高档 我们现在就先要用豆浆 来煮我的萝卜丝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锅子里面哦 其实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你都不用开锅 然后你就把我们刚刨的萝卜丝 就这样把它摆进去 摆在锅子里面 然后再来就是香菇丁 一定要记得哦 还有就是 你可以放很多很多的一个油葱酥 放多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它会让你的那个整个的一个香气哦 会帮你代替掉你没有放的那个虾米啊 那一定不要忘记 一定要放一个东西叫做白胡椒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刚煮好的豆浆 倒到锅子里面去哦 你刚做1300cc对不对 你差不多倒在锅子里700cc其实就够了哦 然后把它盖起来 然后我是用筷子的一个方式哦 然后呢 再来米粉500克 倒到我们冷一点的一个豆浆里面 然后这个时候 妈妈的厉害就来了 什么呢 搅拌 我跟你说做萝卜糕最难的就是搅拌 因为你要很有力气 然后慢慢搅 哇哦 有没有哦 你的蘸奶米粉500克是不是就这样子 来搅成这样的一个糊化 还要更厉害的来了 就是煮好的萝卜丝 哇哦 好香哦 倒进来 但是它一定要热热的时候倒过来 还要再把它搅匀哦 那因为它有热气在哦 它有热度在 你就要趁这个时候把它搅得非常非常的均匀 好香哦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家的萝卜糕特别好吃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黄豆香 其实这样搅完的一个当中呢 这个时候就可以浸模子进去蒸 那因为我选的锅子哦 它是不沾的哦 所以我就没有再涂油了 要不然你们家的锅子 你可能用不同的模子 你可能要放一些所谓的一个年糕纸 或者是涂一点香油在上面 你到时候蒸好的时候 那个萝卜糕跟你的那个模具 才不会黏在一起 那我再把它倒回去哦 这很重要 然后呢你稍微把上面用平整一下 我们就盖上盖子 我今天就用蒸煮的程式 来做我的萝卜糕 等一下我就有热腾腾的萝卜糕可以吃了 试试看哦